各位贵宾 各位媒体朋友 在场气象局的同仁们 还有我们天气风险公司的伙伴 以及线上同步观看直播的好友们 大家好 应该算午安了 大家午安 午安 那谢谢大家今天来立运 由周庸气象局跟天气风险公司 共同主办的气象资源创新应用方案 启动记者会 即首家产业切接离世 我是周庸气象局第一组服务科科长廖淳伟 我是天气风险公司的简伟靖 今天看到我跟廖科长两个在这边 其实也就代表着公部门跟私部门 互相合作互相交流 简伟靖 我想介绍一下韦靖 她其实是我大学系上优秀的小学妹 那其实看到很多学必妹 很多气象人在不同领域 发热发热 甚至遮寒热回来一起成为合作伙伴 真的是很开心 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地多多合作 多多交流 那么相信大家也都会发现 近年来因为全球暖化气候变迁的关系 极端气候极端天气 这件事情在全世界包括台湾都不断地在发生当中 是的 面对群体暖化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 在气象局当然也是 所以我们这几年积极在公部门私部门学员单位 还有所谓产官学研金之间 我们积极在建立一个方容性的伙伴关系 这一次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气象资源创新应用方案的定定和推动 能够促进气象产业的发展 好 那么这个方案呢 在今年三月份公告以来 我们天气风险公司呢 就非常的积极想要申请 那我们跟气象局双方透过很多次的技术交流 那我们呢也这个推出了提出了气象资源公司协力创新合作计划 那么这个我们提出的计划也在今年九月份通过咯 是全台首家通过的气象公司 那么未来呢也希望这样子跟气象局的互相合作 互相交流来深化我们方针业的一些应用 以及未来的绿能风光电子部的应用 在这边也谢谢气象局 不客气 其实我们也在寻找合作伙伴 一起给生活好气象 那感觉今天很像 很像在办那个成果发表会 然后很欢喜 然后我们现场也灌溉云集 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熟知的贵宾 还有好朋友们 那我们接下来 赶快来为我们介绍这些贵宾 谢谢这些贵宾 为我们加持喔 真的很感谢 谢谢我们先欢迎 数位发展部的唐凤唐部长 欢迎你来 以及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队 林敏聪 林副主委 欢迎 欢迎江东部航政司何淑萍司长 欢迎江东部航政司何淑萍司长 欢迎你来 以及天气风险投资的彭启平彭总经理 还有气象局的大家长 正面点政司长 正面点政司长 我们现场还有气象局的陈佳萍副局长 陈佳萍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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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正面点政司长来为我们做开幕致辞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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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部长 林副主委 还有 我们的合司长 我们的总经理 还有在座的各位朋友 和同仁 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个 现在是我们颁奖典礼 要热热让它通风光光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期许开始 事实上是有一些实质上的需求 要请我们在做几个规定案 建政 建政的这两次 因为我们知道政府单位 一向要提法行政 那法律规定 我们做什么 规定来做 但是现在科技 这个社会进步太快 我们的法跟不上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稍微跳一下 跳一下 为了让我们的同仁安心做事 所以我们定了一些内部的规则而已 但是 既然定了 要推了 要让它能够有 让我们的同仁能够安心 所以要再做人当见证 以后我们是非常公开透明的做这件事情 我们跟产业界密切合作 以前的话 我们最怕被拜上一面 叫做 徒利厂商 我们现在是要密切合作 来创造共同的利益 让利益给全民分享 这是这一次的精神 因为这是实质的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来加持 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幕式一开始 不是请贵宾先支持 我们要先请相关的说明 先开始 把这个 我们这个会议典礼的目的先讲清楚 然后是请贵宾来指导加持 所以我们请贵宾要稍微的做一下 听一下 等一下是有一些representation 那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理解 我们的用心 我们的目的 以后大家攜手同力 一起为我们的社会 创造更多的效应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盛盛利利 谢谢大家的光年 好 谢谢 这个气象资源创新应用方案 到底是什么厉害的方案呢 接下来就由本方案的主要副画者 跟推手 就我们气象局的陈嘉萍副局长 来为我们介绍这个方案 欢迎您陈副局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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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长还有主委 还有我们的市长以及洪总 还有你们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介绍一下气象局 其实在今年三月才正式推出来的这个气象资源创新适用方案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这个开口 从开放资料到开放资源 它不仅仅是资料 同时也把政府的力量能够跟民间去作建 那当然我们有一个期待的目标 希望能够提升我们民间的参与公司协定 然后来做相关的产业发展 那这一张是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主持有稍微提到 这是最近十年来的 因为自然产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其实每年大概高达180亿左右 然后在特别在农业的部分 但是农委会提供给我们大概每年大概100亿 那最近两年其实还蛮幸运的 台风没有进来 可是台风没有进来 会反而造成台湾很重要的缺水的问题 所以这些缺水的问题 其实会造成更多的这个经济的损害 那当然依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的估计 正确的预告加上适合的调试措施 它其实可以减少10%到30%的这个气象灾害 所以每年的潜在的减水下 如果我们足够提供足够的预报资料 还有相关的这个政府相关的配合作用 其实大概有15亿到18亿到57亿的这个潜在的效益 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这个气候变迁的阴影的迫切性 那其实在气候变迁整个阴影里面 其实两个很重要的精神 一个部分是怎么样去管理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气候风险 怎么样去加强国家的任性 这是第一个部分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气候变迁其实也带来机会 怎么样去掌握气候 怎么样去掌握气候机会 能够开创经济效应 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在左边这张图 其实是我们整个的driver 就是整个的气象局在最近几年在推动的 一个是有关我们面对的气候变迁消息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今年3月 其实我们行政院公布的2050的进行的路径规划 里面在两个基础科技和法治的基础之下 做能源产业社会的转型 那这些工作其实非常非常需要气象的资讯在里面 所以我们气象局作为国家气象局 会需要去思考 怎么样把这些资讯转化成为民众以及产业 他能够听得懂的资讯 期待能够去降低我们整个国家所面对的贡献 减少来的创造效应 那当然这个就跟气象局的任务 其实是完全混合的 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部分 一个部分是右半边是叫做政府服务 里面包含了灾害防救 环境保育 资源规划以及政府应用 左边是民众服务的部分 那其实也是中央气象局所面对的最大最大的使用 下面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 包含了这个国际合作 国际的资料交换以及国际的合作 以及我们是架构在整个气象数位资讯基础 建设上面来提供这些服务 那我们过去曾经有讲过这个 这个气象局所提供的服务 政府其实是最大的使用 那这也跟我们在评估全世界所有气象产业 它的主要的收入来源 大概60到70%都是属于政府性的服务 大概只有30到40%是民间的产业 这其实是相互呼应的 那气象局为了要提供这些服务 我们运用了很多多元的数位科技 然后产制各式各样的科学的气象产品 来传播给实际民众来做应用 里面当然包含了气象局的官网部分 包含我们的社群脸书的部分 气象局有四个连组 暴天气、暴气候、暴地震以及暴天文 还有APP的部分对于特定的使用者 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地震的速报 还有一些特定的特报 这些东西都会需要架构在数位基数上面 去做相关的服务 当然除了这气象局所推动出去的基本服务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开放资料平台 气象局的开放资料平台大概在八年已经上线 而且应该在整个政府里面的气象局所开放的资料项目 应该是属于非常多的 目前的存取的量每个月大概有1亿8千万次的下载 一个月的资料量大概是18个TAR 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Openware事实上是气象局 特别为了提升OpenData所准备的平台 那OpenData这个部分是一个外推的数位的资料 让民间来做应用 我们也在思考很重要一件事情 怎么样把民间的资源 民间的资料或者是跨政府机关相关的资料去做结合 所以我们也在推动国家气象领域的资料标准制定 那今年6月正式得到这个研讨会的同意 我们有制定了7类的标准193项是国家相关的标准 期待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未来可以加强气象局和我们的政府机关 以及我们的民间一起来合作 来把这个国家的气象资料能够整体建立起来 那其实是一个资料治理的整体观念 当然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气象局在做 其实全世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也在加强民间的参与 那这是气象组织 这些气象组织 在2011年 其实因为有感于气候变迁的冲击 推动了这个全球气候服务方向 呼吁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 以及气象作业单位联合起来 来协助我们的民间或者政府 或者产业界来做相关服务 那并且在2018年 进一步的来推动所谓的气象产业的概念 这个产业的概念就是国家气象局 其实能做得非常有限 你需要结合整个产业一起来做 它才能够去做到 所谓我们所面对气候变迁的相关的困境 那其实核心的概念就是在中间写的 需求开放还有服务量 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来持稳定下去 那这个部分我借用的也是世界西洋谷的一章谷 它其实在讲产业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链 从最初的资料的观测 在前端最左边的观测 一直到中间的处理 到所有的产品产出 到后端的有关加持应用服务 这整个是一套产业链 那中间有很多很多角色的概念 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角色连接起来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的生态系 或者是一个加值链 怎么样去连接起来 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借用的是 我们前局长 这个蔡新燕蔡局长 她在工业院任内里面所做的一个简报 其实要连接产业四个关键 人才技术资金资产 那我们就根据这四个重要的概念 来推动我们的七项产业政策白皮处 那在过去 过去我们一共有三个重要的主作 八个策略十九个措施 三个重要的概念 怎么样去连接产业的工需的加值链 怎么样去营造产业的健康的 多元的生态体系 以及怎么样去开放 怎么样去开放产业的机会 那在整个体系里面包含了法规的建立 包含了技术人才的培养 以及包含了推动台湾气候服务员 那这个是正好我们在交通部 其实有在推交通科技产业汇报 所以在交通科技产业汇报之下 我们有设了一个气象产业小组 在左边中间的这个部分 那在气象局里面 局内有一个促进气象产业发展小组 这是官方的 effort 可是还有一个民间 因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需要结合民间 所以我们在去年八月 推动成立了台湾气候服务联盟 这个台湾气候服务联盟 结合了产官协业主要的相关的单位 那期待能够推动我们台湾整个 气候服务的相关发展 那在推动了这个民间的产业的结合之外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既有的资料相关的东西 那有很多很多来自民间的需求 这些需求怎么样能够被满足 所以在这边所其实呈现的是 从我们的政府的规配法的资料收费 到怎么样去做一些开放资料 还有机关学院的合作 以及资源创新的应用 在这个里面进一步的把政府资源开放出来 下面一张内容非常的复杂很多 那可是大概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开头 四个重要的部分 一个是资料 一个是技术 一个是工具 一个是研发 我们大概盘点了一下中央气象局的能量 或者是量能 那这些量能怎么样能够提供给民间 让民间一起参与或者一起合作 来加强相关的互动 那里面有相当相当多的内容在这里面 那这些都我们称之为未公开的资源 因为这些资源其实会需要比较多一点 比较复杂的知识 或者是需要做相当深入的处理 那比较不是一般民间能够使用 当然我们天气风险公司 其实在台湾算是一个最先 最先导的最先进的气象产业 它其实能力相当好 那在这个创新试用方案里面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加强政府 我们政府机关 产业 学员 还有我们市场中间的互动关系 那在这个互动关系的架构之下 能够让整个的这个公司协力 能够去促进这个伙伴的关系才是大的 那当然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除了核心的部分 原来在固有的这个防灾的领域之外 旁边还有农业 交通 工作 观光 水资源 民业 能源 还有金融 我们气候金融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有相当多的领域可以去推动 每个领域都有很多很多跨领域的应用可以做发展 那接下来这是最后一章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整个的气象或气候服务 整个产业的未来的规划的发展方向 就是能够连结我们的这个公司 然后能够去建立这个伙伴的关系 然后支援我们整个国家跨领域的风险 管理相关的应用 那从这个我们称之为施政之气候到施政有气候 就是过去十年以来 其实大概十二年以来 我们政府做了很多在气候变迁的这个部分 做了很多很多相关的应用 特别很核心的部分就是让我们的民众 以及政府机关知道气候这件事情的影响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十年 能够气象局能够真正提供 我们政府所需要应用的资料 只要政府在施政上有需要 我们就有能力 或能够去协助大家来做提供 那这个一切都要透过不仅仅是气象局 也要透过跟产业的结合 以上 天气风险公司会怎么样 来加持应用这些资料 提供更多元的服务呢 接下来就请天气风险公司的 彭吉林彭总经理和我们做周明 欢迎彭总经理 谢谢 塔顾长 市长 还有局长 各位气象局的朋友 大家好 其实今天这个活动感触非常多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气象局开放 气象局可以让明天来营运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管制说 不可以做什么 现在呢是帮助我们可以 未来可以做什么 所以非常有代表性的意义 那天气风险呢 基本上是我从中央大学做博士或研究的时候 开始想这个念头 后来就离开学校来创业 一路下来其实是相对的 虽然一路风风雨雨非常辛苦 但是我们越来越茁壮 所以我也相信 如果在这样的机会帮忙之下 我们可以帮台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帮台湾做提升 那我们跟以前不一样 各位以前觉得说 我们就是接房灾的案子 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家推动 技能科技再生的人方面 我们有非常大的进展 那已经不是各位想象的原来的这个防灾 火爆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们的客户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我很少第一次让大家展露出来 我们的客户有这么的多元 包含了科技产业 离岸风电 光电产业 现在的每天的这个太阳能的预测很重要 其实变动都要很多的气象资讯来源 除了气象局之外 他们也需要second opinion 就是民间的各种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在里面 那我们的过去呢 都是从全球拿资料 气象局的open data 但是那个资料是有限的 其实我们一直想要跟气象局买更多的资料 但是我们的会配法还有很多的限制 也感谢这次气象局 如果可以开放更多大量的资料出来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提供更多有加值性的服务 我们拿到什么资料呢 每天有41GB 虽然看起来就一个USB而已 可是各位知道 每天透过光线传过来给我们 要维持稳定性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也谢谢气象局的同仁 毫不间断的 这个给我们各种的资料 这些资料呢 也漫液摆不到 但是是全世界很重要的在地化的资料 我们希望这个资料呢 能够提升 帮我们的这个服务呢更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会集合我们的人工智慧AI再提升一次 在我们预告组件中 让我们的企业客户或是民众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左手开发的AI 像现在每天的太阳能预测 已经把气象结合实际上的太阳能的发电 做好那种AI的training了 未来呢 我们其实把那个资料 例如说像这个资料 我们把它视觉化 在电视上面可以呈现 像我们服务的新北市 我们就介绍台风 前年外有那么多的警报单 比如上一个动画的图 告诉他们台风会怎么走 所以获得很大的好评 那其实我们都有跟大家标注 这是来自于气象局的data 那另外一个呢 多元创新的产品 有了好的资料 就有好的产品的客人 我觉得我们预期的很大的效益 就是说扩大分析的能量 或是我们结合立案主观预报 会更好 我们会强化这个公司协议 也就是说气象局跟我们合作 其实本来就有不一样的服务客群 我们会强化在客制化的服务上面 所以我们大概有三个评估 第一个 我们结合气象局的资料 会把我们未来的预能 或是各个县市 或是農业气象会做得更好 第二个呢 这种所谓的风浪的预测 特别是离岸风电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几年没有台风很幸运 可是对于离岸风电 未来都是很大的考验 这个部分我们会齐力的强化 绿人的预报 或是说我们现在未来结合气象局 高解析度的雷达的资料 这个对我们预报 未来的极端的降雨 会更有大的帮助 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每天的降雨 这个是属于日常的预报 这个也会提升我们实际上预报 非常多的忙 也就是说 我们会是一个second opinion 也不会跟气象局打架 气象局说下雨 我说不会下雨 是相互相成的结合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未来呢 在这种新的客户的服务上面 已经有的基础之下 有这些的资料 我相信会帮我们在业绩上面 会进行很大的提升 那我们也会很多的回馈 那回馈里面 我就今天只举这个天性黑客宗 其实未来呢 因为昨天所谓的黑客宗 部长畅导之下已经有四次了 我们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天性黑客宗 不多 我们初步都是以大器的人为主体 来玩这些事情 但是获得年纪没有很大的好兵 未来我们考虑到 因为这次办完之后 很多人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明年应该会扩大台办 到时候也请我们唐部长 或是我们科技部 给我们很大 国科会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那一次呢 你看各位可以看到 那一部分我就说了 投资自己 投资台湾 投资地球 就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工作 因应尽力排放 那我们未来呢 其实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次方案 可以把 例如说现在的基础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 气象局负担很重要的角色 特别它也是作业单位 我们气象产业呢 除了得到国际资料 也得到气象局的资料 其实在未来呢 在这种客制化的解决 或是客户的服务 就可以做得更好 也可以配合气象局 在Open Data Platform 里面 得到更好的价值 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 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 增加政府的税收 那气象局呢 也可以从各方的服务里面 得到更好的Credit 让大家更相信 气象局提供的资料 已经服务到很多 但是这当中呢 其实也有很多模糊的界线 以前有时候会 难免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我相信 藉由这个方案里面 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最后呢 也非常感谢气象局 可以创新突破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没有一个部位这样做 气象局跨出了第一步 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 也谢谢这一路口 帮我们的朋友 我们会越来越组装 越来越一起合作 谢谢 谢谢彭总 希望我们未来一起努力 可以创造资料的最大价值 好那我们来到呢 资料应用数位发展 今天呢也很荣幸的邀请到 数位发展部的唐部长 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们欢迎唐部长 欢迎唐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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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确实我才昨天嘛 才在总统黑客松 听到总统期许我们说 要借由黑客松 这样公司协入的模式 来让政策更友善 然后让环境更有序 我想我们隔一天就看到 让政策更友善 让环境更有序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范例 那我记得大概快10点前了嘛 我在民间的时候 那当时我们跟很多机关 当时我们是突破 所谓违背法 到open data那一段 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资料跟其他的资源不一样 它不是稀缺的 它是事实上 我们叫做泛性真材 就是我分享给你 反而不是有帮助的 不是我给你 我就少一份的 所以这样子越复制 越有价值的这种资料 就是建立公司协力的生态性 最好的这样子的资源 那当然后来在open data 就是各个部位都推行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还是有一些资料 民间的需求 跟我们当初收集的时候 有一些落差 民间希望有更高的精确度 更高的品质 更及时的传输等等 那这个呢 就需要公家来投入资源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示范 真的非常好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高应用价值的这个资料 就值得我们公家来投入资源 为什么呢 因为它能够产生出来的 不管是社会上面的效应 环境上面的效应 都比我们自己完全只靠工部门 来进入这个生态圈 可以称倍数的这样子放大 接下来呢 我们会在年度 我们的社会发展部 会结合各个已经在推动 这一类的先驱的实验的部会 去订定出我们高应用价值资料 相关的这些机制 所以绝对不会说只有交通部 或者只有气象局 所有一切想要跟民间这样子的合作协力 去让民间的高需求的 这些高应用价值的资料 透过像这样小规模的示范 跟大家证明出它的社会的效应 跟它的环境的效应 这可能接下来会是所有部会 一起来吸收共床的事情 那总统的黑客松 是国庚会跟社会发展部 我们两个主要的主办 之后这个明年都还会有不同的部会 来帮我们协力 像今年是内省部 我们看到很多在访 什么相关的这些题目 那希望之后这个交通部 也可以踊跃参与 那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是 通过是接下来的这个小规模的黑客松 或者是我们自己在IG里面 在部里面实际做出来这些共创的活动 希望之后可以透过 总统黑客松的这个平台 扩展到所有的地方政府 跟社会特解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的政策更友善 环境更有序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 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 林副主委为我们致辞 李津秦 唐部长 还有我们区长部,区长思长 最重要是唐总经理 我一开始尝试想 現在已經不太習慣沒有這個Mask的講話 可以躲在一個Mask裡 可以很清楚講自己的相話 那我想一開始分析 分享一下整個國科會或者是科技部 在這幾年來面對整個科技跟科技的關係 我們一想到高科技的時候 我常常都想到半導體 就是這個大部分 媒體關注的是半導體 其實它還蠻忽略的 整個長期來講 國科會或者是科技部 跟我們氣象局 跟很多民生的很多重要科技的關係 合作關係 我們跟氣象局的合作關係 不只是學界跟氣象局的關係 在應用部分 包括我們災防中心 甚至包括我們的衛星前三的科技 對於天氣本身 氣候本身的影響力 我們已經做了很長期的合作基礎 所以今天我們高興看到 這樣的一個合作 這樣的一個應用 我們本身可以連結到更具體的這個產業 可是這個產業跟我們傳統 所理解的產業 我覺得它本質上也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傳統產業 想到產業的發展 你都會想到是在這個Supply Chain裡面 是供應鏈的人去思考 什麼樣的市場 什麼樣的Supply Chain裡面 才會有我們產業的本身的發展 可是我們今天慢慢發現 我們都在數位科技方面 還有在我們新興的這些科技方面 其實它都直接跟我們的整個社會需求 或者是我們的民生 就是我們民生公共物聯網 是跟我們的十一柱形 個人的這些的整個需求 有息息相關 那我想不管是在近零 攀台或者是未來的再生民園 都是跟我們整個社會的需求 有很強烈的相關 所以我很相信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產業的一個發展的模式 就是有非常高興氣象局能夠在這個地方 能夠踏出它的第一步 在目前的這個法規之下 非常辛苦 我知道這個時候非常辛苦 我踏入第一步 那我也希望藉由這一步開始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boundary可以怎樣去做 我們可以更積極地做 那未來我也希望這樣一個好的model 能夠建立一些regulation的implication 未來整個規範 整個國家對於這樣的一個公共利益 本身推動的產業跟公司之間的協作 應該建立整個規範 能夠變成一個roar model 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典範 然後在這個典範 我們就推廣到其他的各個部隊 去真正落實我們整個科技 跟人跟這個社會的非常正面的一個互動擔心 我在此預祝這個計畫能夠成功 能夠帶給我們一個新的一個想像 對科技未來跟智慧的引力的想像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給我們的演出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周科部的何司長 來為我們致詞 歡迎何司長 唐司長還有林副主委 還有我們的政局長 還有唐董經理 還有我們的副局長 我想今天非常榮幸 就是代表教務部來參加今天的這個見證 那我剛剛看局長開場講的 我想因為教務部其實向來是監禮機關 然後兩年前大概我們推動的一個 教務部科技產業會報 其實教務部應該是在轉型 相對來講也是要做一個產業服務的機關 那我想今天氣象局的這一個方案 確實是一大突破 因為我想剛剛副局長 有在解報中有提到 過去以來他是成立一個台灣氣候服務聯盟 跟民間的合作 是在平台上去做一些交換的意見的交流 然後再來就是相關一些高領域 就是說這些高產業的價值的領域去做一些互動 那我想今天是一個最直接的一個機會 就是這個方案的一個啟用的開始 那我想也有一個首家的這個紅總 這邊公司這邊的一個合作 那我想這個都是帶動整個氣象服務的一個領域的延伸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 我剛剛不經想起我小時候 在7點或者8點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還是藍色的一個螢幕 可能我年紀有點 他就會播報從家裡外緊急風浪 那我想那個時候 大家都是要盯著電視機去看氣象播報 那我想這個整個科技的進步到現在 除了我們在手機上等等的 那我想這些都可以接受到一些氣象服務 那政府部門最在意的就是一個減災防災 一個整個氣候的調適 對各產業的一個影響的一個價值 那我想民眾或者是產業界更在意的是 如何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 如何去創造他們產業上的價值 那我想工部門跟私部門的合作 本來就是必然的一個趨勢 因為在整個工部門他的一個作業能量 其實氣象局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單位 那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他整個作業能量包含政府的資源等等 其實都是在一些基礎設施的一個同路 那我想這部分行政院或者是國科會這邊 都非常的大力支持 所以他整個高速電腦的開舊換新等等 這個都有一個長期性的計畫 那在服務的提升剛剛同種裡面也提到非常的多元 那這一些的多元的價值的領域的服務 我想就要透過那些企業來一起合力完成 那我想今天的見證也是一個開始 那我想整個不管是法規上等等 這個都是有在我們交付跟氣象局我們共同來努力 那剛剛部長也提到 這個副主委也提到整個應用的面向 那我們交付其實主管的應用面向也蠻多 那這個部分也會我們再來思考 未來交通領域如何再更進一步的往前 那我想今天就預祝整個計畫非常能夠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今天令您的會聽 給我們很多創新跟實用的想法 那接下來不免俗的我們還是要有一點儀式感 所以我們接下來進行今天的簽約儀式 這時候我們要請氣象局政局長跟我們天氣風險公司的 橫總經濟到我們的舞台前 好那要麻煩政局長跟橫總經濟一頭來簽署這份合作文件 請簽署 正局長呢對於一間氣象產業一直保持著相當開放鼓勵發展的程度 因為如此呢天氣風險公司這次積極的申請 希望可以透過公司協定得庫讓企業、民間得到更多更有價值 創新的氣象服務 好那麻煩政局長跟橫總經濟看著鏡頭喔 樂出最帥氣的微笑 好那果實感謝今天歷領的貴賓友 是衛生產部的唐副長 我各位的理副主委、江貓部和司長為我們共同見證這一個 好謝謝 兩位先請留步一下喔 因為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啟動儀式 那我們今天要邀請一位的貴賓我們先到台前 我們一起來要參與我們這個啟動儀式 好其實呢我們的這個團隊很用心喔 我們製作了一個廢板喔 那現在呢先請各位貴賓們 我們先手上拿著標語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標語呢 有這個氣象資源創新開發 氣象應用交流發展 以及氣象服務數位轉型 還有氣象科技跨域研發 以及呢氣象產業協力開拓 好我們接下來要請大家呢拿著這個背板 開上我們前方的鏡頭喔 好前方的攝影師準備好喔 3、2、1 好另外呢我們要比一個姿勢喔 請大家右手拿著背板左手比個讚 好看到前方的攝影師準備好喔 3、2、1 好謝謝 那另外呢我們還製作了一個背板 這個背板呢有一個箭頭的設計 它就象徵著公司協力合作 我們把資料、產業、博物、還有民間、問貴力量呢 我們要把它串成一條線 一同創造器上資源的創新利用喔 好待會兒呢要請各位規律們 聽到我的學校塞 我們就一起把這個背板上進去喔 好1、2、3 好謝謝 好謝謝 那另外呢我們也是要來一個大合照 在這邊要請大家先把我們的 好我是大家要來一個大合照 接下來要請大家把我們的這個口罩先短正的脫掉一下喔 露出大家帥氣的臉龐 好一樣的我們配上前方的攝影師準備好喔 好來3、2、1 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換右手比個讚 右手比個讚 剛剛是左手現在是右手 好來3、2、1 謝謝大家 謝謝 好厲害喔 我們在場還有一些其他五名的會賓喔 也邀請氣象局的陳副局長 好紅副局長也邀請你們 還有我們今天本地的主持喔 也是促成這次合作的大工程 系象局服務科的廖科長 還有天氣風險公司的萊姆總 一頭來上前我們一起來進行大合照 那也一樣呢要請大家把我們的這個口罩脫下來 好 一起喔看著我們前方的鏡頭 好 我們要五個讚 五個讚 好我們來3、2、1 好謝謝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 今天來例行我們的這個請動儀式 謝謝各位回憑參與 我們活動在此後一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